这个位置对比上 替北京这边担心 因为一剑联加任俊飞的组合 或者一剑联加尼克尔森 方硕 外线和汉密尔顿两根挡拆 阿联很快地回到自己防守位置 外线张才仁的三分球 这球投的关键 基地给汉密尔顿到篮下 老球 这球是抛头 躲开了阿联的封盖 方硕的一个漂亮的基地传球助攻 四十五度一交叉之后 张才仁持球打周棚 反正比较困难 好球 漂亮 在左侧的挡拆效率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 北京队防守强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尤其是在开局这段时间里 进攻端我觉得北京队打得最好的 你看这种频繁的跑动 另外今天北京队打得更有张反 王大元往内线去突破 好球 这球是利用自己身高体重的优势 倚助了杰克逊 很果断 开场的三分球包括这突破 这个开场三分球应该是王教辉投进的 那个第一个球 但是张才仁几次持球攻得非常果断 我感觉身体对抗方面包括经验方面 还是比较的欠失 方硕 中距离 真稳 方硕其实是国内球员比较少有的 有中距离激击跳投的球员 总觉得你一旦是有中距离的这种激击跳投 都觉得你是浪投 浩瑞比起来确实橙色还差很多 方硕 三分线 激击跳投 好球 这个球要说内线中锋掩护的真好 这边周逢的一个中距离命中之后 双方还是相差14分 两边第二节的末尾 动作都有点大动作 你看这上半场广东队才拿到33分 这个得分真的对于八关王来说是 大幕有很多朋友问说北京是换主场 现在这个团队上票网站查了一下 没啥找 看这次投篮三分怀疑颜色 现在呢比分也是胶着起来了 这次投篮三分怀疑颜色 对这个全场防守呢被北京队化解了 外线朱元熙好球 今天朱元熙投中的第一个三分球 其实这北京首钢啊 他们在这五分松啊 打起来是非常有效率 五分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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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硕的突破 漂亮 这个突破真有点马不理的影啊 方硕要自己来了 正面 好球 真难啊 在周鹏的长臂干扰之下后两跳投命中 好球 虞德 虞德 提上来 但是前面呢其实 战术啊并 好球 就是前面的战术呢 并没有起到说我获得好的佛兰机会的这个作用 而这个确实方硕 个人能力强 好球 错位又是方硕 好球 这个球顶着一肩连头啊 真坚决啊 只差一分了 转移球 陈小川外线的出手 漂亮 啊 这个刚才咱看了这个罚球之后 但是任俊飞不能严格意义上不能算年轻球了 是 可是这个也是一种锻炼 哎 一剑连判断的很不错 传的低了 哎呀 这个球要新五大炯了 怎么会传二加一 杨金萌啊 啊 自豪为让他去运球 你 对你是后卫啊 问题是 就是啊 一剑连的想法是我往前跑 看看杨金萌能不能关键防守将功赎罪啊 12秒钟的时间 上来和方硕两根挡拆 方硕啊 哇 三分命中 这个球要杀死比赛吗 方硕第四决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四分 就是说你暂停了现在这个前掌球 对吧 对 你不管是打一个两分三分 你立刻就要采取犯规战术 嗯 关键啊 我觉得这个四分 你必须得用两个运动战得分 除非三加一的机会太小了 是吧 多旁外线的三分球不中 那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北京队是95比95 五分的优势在主场 险胜广东队 对 这边 保识摇取 travel 对 之后 没有 做机会 deep 感尤性 各 第三 啊 我们 好 市场 地